郭柯 之前的十年 感谢你 真的感谢你 未来的日子 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一定要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我也是 我也要 过成我想过的样子 没有 没有 过成我家过的样子 喜欢疲惫是靠近你的背弯 你却把它当做爱我的负担 我感觉到她现在开始慢慢地开心起来了 那可能我这次感性的一个表达吧 让我们两个人能真的开始能聊一些自己的一些话题 可能在之前的婚姻当中都不会聊的 对我来说意义其实挺大的 可以沟通了 对 愿意沟通了 这段好棒啊 对 真的 我们几个人被锁住好了 如梗在喉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 佳哥 好感人哦 很感人 其实我觉得他在上面 并不是一定要说我爱你 或者怎么样 他说的是我希望你好 我希望你快乐 这个比我爱你更好 对 他就说爱和 因为我看到最后的字幕 也是那样 他说爱和分别 并不一定是相 相悖的 对吧 最后的字幕是这样 他有时候分别并不是说 就不爱了吗 好好的时候也就是 迫不得已 这好多话就是 当时我 我给你一个电影 我给你一个电影 我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上一期是我们两个 这一期是他们两个 我在看到的这段时候 你会让你们两个人 对 但是 就65丸子 我感谢你们 那时候